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要尝尝怀念祖宗的恩德 谨记祖宗的教训 舍父要离开孝道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不孝父母 不敬老师 决定是假的 我们自己要做到 逆逆不忘 为什么 是因为父母司长教育我们成人 这是恩德无比 没有父母司长 我们纵然被个人身 说实在的话 人与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 人与禽兽不同之处 就是由于父母司长 爱心的教导 使我们破灭开悟 立刻得落 尤其是佛教的老师 帮助我们断烦恼 拓轮回 成佛道 这样的恩德 我们不知道恭敬奉司 你还会有什么成绩 所以 孝顺父母司长 是天经地义 我对于老师 恩德念念不忘 知恩报恩 我接受过 入佛殿教育 落实在我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之处 受人滴水以至恩 尝思用权为报 这个人 过去曾经有一天对我好 我永远不忘 以后有什么对我不好的 我不放在心 我懂得 老师教我 我这个心 永远要装 一切众生的善 我的心是纯善 我不会把一切众生 无善装在我心 一切众生 与我们都有恩 恩得最大的 无过于老师 佛菩萨是我们老师的 我们接受佛菩萨教诲 这才真正救过来 救才能解决问题 疑惑 鼻叮多了 父母对我们养育之恩 真恩大了 老师成就我们的发生毁灭 在这个时代里头 真正像老师所说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能享受到 不能不感恩 念念不忘 老师的恩德 孝养父母 奉死四掌 我们要落实 父母四掌都不在了 念念不忘 齐心动念 不敢坐卧 坐卧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父母 我们每一堂课 都要向老师举空 都要向父母母口 念念不忘 命德归佛 忠后老臣 怎么培养出来 就是这样培养出来 忠后老臣人有福啊 我们这一生当中 决定不能够做忘门福音 做人的根本 人家对我们有一天的好处 我们一生一世 不忘记他 他对我有一百个不好处 我绝不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放在心上 把自己的心染我 我们自己的清净心 为什么去装别人的勒索 大错特错嘛 别人丝毫不善 不可以放在心上 我们的心 纯净 纯善 我们只容纳别人的好处 执念别人的好处 我们决定要知道 时时刻刻 保持自己的清净心 跟慈悲心 绝对不计别人的不善 别人怎么对我 不要放在心上 对我好 我感恩待他 我们总有报恩的心 对我不好 完全不放在心上 别人对我好 我真诚心对他 别人对我不好 还是真诚心对他 绝定没有二心 我对佛菩萨 用真诚之心 对我冤家对头 还是用真诚之心 一心无二心 这就是离一心不乱 果然你用这个心 不管在什么境界 你心清净的 你心是慈悲的